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迎接天爱之音吧 各位 女王回来了 好吧 对于那些不了解的人 江卉就像台湾的碧昂斯 真的 他已经卖出了六千多万张唱片 那是很多专辑 他以优美的歌声 感人的歌曲 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舞台表现力而闻名 他赢得了无数奖项 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歌手 他在2015年的退休给音乐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歌迷们一直恳求他回来 好吧 看来他终于准备好再次用他的存在来恩赐我们了 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江卉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结合 他的歌曲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充满了情感和能量 他的舞台表现力让人难以忘怀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故事 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音乐界 他是一个文化偶像 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的风格和态度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 成为了他们的榜样 他的慈善工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善良和无私 现在江卉的回归不仅仅是音乐界的一大盛世 也是所有爱他的人的一大喜讯 他的声音将再次响彻舞台 他的歌曲将再次感动人心 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品 期待着他再次带给我们惊喜和感动 江卉 欢迎回来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台湾音乐巨头 动力火车 这些人是摇滚明星 他们已经玩摇滚二十多年了 他们以其强大的嗓音 充满活力的表演 和朗朗上口的摇滚圣歌而闻名 他们在台湾乃至海外都有着庞大的粉丝群 你猜怎么着 他们和我们一样对江卉的付出感到兴奋 事实上 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非常搞笑 这些人是最好的 总是那么有趣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都会带来欢迎 动力火车的音乐不仅仅是摇滚乐 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歌曲充满了激情和能量 每一首歌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他们的现场表演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观众们总是被他们的音乐所感染 跟着节奏一起摇满 他们的音乐不仅在台湾受欢迎 在海外也有很多粉丝 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方 动力火车的音乐都能引起共鸣 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遗落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当他们听到江卉付出的消息时 他们的反应非常搞笑 他们开玩笑说 江卉的付出让他们感到压力 因为他的音乐太棒了 但实际上 他们对江卉的付出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他是他们的偶像之一 动力火车不仅仅是音乐家 他们还是娱乐界的明星 他们总是带着笑容充满了正能量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都会带来欢乐和笑声 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个性一样 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所以当动力火车听说江卉可能付出时 他们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 他们说如果他回来 他们可能就要退休了 你能想象吗 两位音乐传奇人物在排行榜上展开较量 那将是史诗级的 当然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他们是江卉的忠实粉丝 他们会很高兴和他同台演出 但这只是表明了他们对他有多尊重 以及他的付出将对音乐界产生多大的震动 第五部分 可爱的代言 江卉和动力火车对聚光灯都不陌生 他们都做过不少代言 江卉从化妆品到咖啡都代言过 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卡拉OK麦克风系列 动力火车呢 他们出现在汽车啤酒甚至方便面的广告中 嘿 一定要喜欢一只不怕拥抱事物滑稽一面的乐队 这就是他们魅力的一部分 第六部分 优步活动 难忘的旅程 说到滑稽 还记得动力火车和优步合作的那次吗 他们变成了优步司机 让粉丝们大吃一惊 你能想象一下轿车时 看到这两位摇滚明星坐在方向盘后面吗 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他们接送乘客 跟着自己的歌声唱歌 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甚至还赠送了免费的演唱回门票 这是一个很棒的营销活动 这也表明了这些人是多么的脚踏实地 和平易近人 第七部分 音乐合作 如果将会和动力火车合作一首歌 那不是太棒了吗 想象一下他们一起创造的魔力 他深情的歌声 与他们摇滚的能量融为一体 那将是十世纪的 音乐界将会爆炸 这对歌迷来说将是一个梦想成真 这肯定会登上排行榜榜首 来吧伙计们 让它实现吧 一首千古流传的二重唱 我们只能希望了 第八部分 音乐的力量 音乐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以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它超越了语言 文化和世代 无论是让你哭泣的民谣 还是让你想跳舞的摇滚圣歌 音乐都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 说到台湾音乐 江卫和动力火车是两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都为这个行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的音乐继续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共鸣 第九部分 江卫的影响力 江卫对台湾音乐的影响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他是一个真正的偶像 他推广了台语流行音乐 他打破了障碍 他为无数女艺人扑平的道路 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背景音乐 他们在婚礼 葬礼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场合都有播放 他是国宝 他的付出对台湾乃至世界来说 都将是一个重大事件 第十部分 动力火车的冲击 动力火车也在台湾音乐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们已经玩摇滚二十多年了 他们现在仍然很强大 他们激励了新一代的摇滚歌手 他们的音乐继续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注入活力和激情 他们以其强大的现场表演 朗朗上口的歌曲和脚踏实地的个性而闻名 他们是音乐界不可扑视的力量 他们最近的代言和滑稽的动作 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 第十一部分 和谐的未来 好了就是这样 将会可能付出的消息 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动力火车的搞笑回应 更是增添了乐趣 这两位音乐巨头 一定会让我们在未来几年里 继续享受娱乐 无论他们是否合作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台湾音乐充满活力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 让我们一起祈祷 希望江伟决定再次用她不可思议的才华来祝福我们 是时候让女王夺回她的王位了 江伟 这位被誉为台湾音乐界的女王 曾经用她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 征服了无数歌迷的心 她的每一场演出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她的付出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事件 更是一个文化现象 象征着经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动力火车 这一支以激情和能量作成的乐队 一直以来都是台湾摇滚乐的代表 他们的音乐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 每一首歌都能点燃观众的热情 他们的幽默和风趣 更是为他们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随着江伟可能付出的消息传开 社交媒体上充满了粉丝们的讨论和期待 大家纷纷表达了对她的热爱和支持 希望她能再次赞上舞台 用她的音乐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快乐 台湾 这片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土地 不仅孕育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 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我们相信台湾音乐将继续繁荣 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祈祷 希望江慧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 决定再次用她那不可思议的才华来祝福我们 是时候让女王夺回她的王位 我们期待着她的归来 期待着她再次用音乐点亮我们的生活 然后解释我 最后看出来 pueda 他知道她的充满旺 我们的代表 我们必然天地